大家好 来到第五集的拜仁我来啦 今集我们的题目就是德国面包 离开了香港之后 其实我偶尔都会弄一下香港的包 比如菠萝包 鸡尾包 我想既然我都弄开包 不如我今次就在YouTube 看看如何在家里弄一个很传统的德国包 Bratzel 一路弄的时候我们就介绍一下 德国面包的文化 在德国的火车站 一定会看到这种咖啡店 大家上火车前 就可以买杯咖啡和买个包 在火车上就可以一边看风景一边吃东西 不过玻璃桂里面的包很多种类 有甜有咸 可以怎样选择呢 以下是一些德国常见的面包种类 包的德文是 而一些小小的包 它们就叫做 Bretchen 而南部呢 就叫它们做 Samel 如果这些包里面有馅 做了三文字 就叫做 Bi-little-Bretchen 部份的面包因为很特别 所以有专有的名称 例如柳伦堡有一个包夹着三条腸 就叫做 Dry-embegler 第二种包呢 就是Foycorn Boot 这种包里面和外面 都是布满瓜子的 接着就是Pumpernickel 它是一个密度很高的黑蜜包 但我个人就觉得 它的味道稍微有点过酸 然后就是Laugan Necker 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包 因为它的样子 好像一只角 所以就叫做Ecker 它外面就是一个Pretchen 但里面就像牛角包 说到德国最有名的包 应该也是这个Pretchen 其实Pretchen的德文是Bretchen 或者南部是叫做Bretchen 我们最常见的样子 就是加了少少粗盐 在表面那只 但它还有很多不同款式 例如有些表面是铺了芝麻 另外有一些就是在表面上铺的芝麻 叫做Casa Bratzel 这些都是在德国很常见的 那在家里可以怎样做到这个Bretchen的形状呢 首先你就要把发酵好的面团 开始搓成一个长条 两边就幼一点 然后把幼一点的两边打两个圈 然后就把它粘在肥的底部 就已经做好了它的形状了 我现在手上拿着一个同系列的包 你看到它外面的皮 也是深啡色的 因为它们发酵了之后 就会用它浸一些强碱水 强碱水 这样焗出来之后就会变深啡色 但因为这个溶液 其实是跟通渠水一样强的PH值 所以我们今天在家里 就会用梳打粉加水 去做一个没有那么深色 但就比较安全的版本 那我现在就把那个面团 放在一个梳打粉混水的溶液里面 浸它大约20-30秒左右 再拿出来浪干就可以进烤箱了 这样我看YouTube 它就说这样焗出来的皮就会变深色 面包在德国日常生活里面佔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它们可以一日三餐都吃包 例如Arbenbrot就是晚餐的包 而Brotzeit就是餐与餐之间的茶点时间 而要在德国成为一个面包师傅 就要完成一个三年的学徒 真的一点都不简单 另外在德国已经注册了的包的种类 已经超过三千多种 而且它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里面 可惜的是现在这种手工面包 亦是因为超级市场和连锁店的兴起 所以变得越来越少 大家下次去德国的话 都可能要支持下一些小店的面包店 玩了半天 究竟我们的Bratzels成不成功呢? 一起看看吧 做出一个很肥的Bratzels 刚刚我试了一个 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没有炒车的 但是因为用了加用梳打粉 我会觉得它很明显 就是平时我们吃传统的Bratzels 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味道 它就不够突出 所以下次再做的话 不妨可以试一下用这个食用通渠水 可能会好一点 好了 那我们吃这个Bratzels 是配什么呢? 我当然会配 这个 啤酒的 嘿嘿嘿嘿 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预备了一个紀念品给大家 如果想获得这个紀念品 就要答应以下的问题 德式三文字 它的德文是什么呢? 我们下次再见 Cheers 这个啤酒被我玩得已经没了淘汰了 我已经 见到灵性了 不更多了 我了解 你们更多了解 感谢观看 令 更多了解